一夜之间大家都在做这个非常可爱的小零食 今天我也来试一下 看看它到底好不好成功 好不好吃 先准备几张千张 我们这边叫做千张 可能有的地方叫做豆腐皮 放进大碗里面 加入足量的清水 加入食盐 用盐水泡大概半个小时左右 然后捞出 再用厨房纸将表面的水分给吸掉 先给它切成小条 自己喜欢吃大一点的就切稍微宽一点 喜欢小巧一点的就窄一点 然后将它挪在一起 再切成小正方形 切好之后就要预热烤箱了 190度上下火 然后将千张摆在网架上面 放进烤箱 190度烤10分钟左右 但是并没有所有的都鼓起来 然后又换了一家的豆腐皮 这一次是切好之后 再浸泡的 也没有完全擦干 加了一点椒盐粉 制仁粉 然后辣椒粉 将调料抓匀 就接着开始烤了 这一次全部都鼓了大泡 烤箱温度够的话 五分钟全部都能鼓起来 如果五分钟还鼓不起来的话 那后面也就失败了 一道非常神奇的小零食 捏一下 超级的酥脆 口感有一点点干 但是还是比较香的 这一种就是千张比较薄一点 但是烤好之后 它鼓不起来 吃起来还是非常香的 非常的酥脆 然后这种就是温度不够 鼓了一点 然后就消失了 所以不成功的话 有可能是处在千张 有可能是温度 感谢大家的观看 喜欢就请点个赞关注一下